像最近火热的那个大陆发明那个游戏 悟空啊 也一个典型大家都没有讨论到 当全世界都在封中华文化 西游记悟空这个 西游记的英文版还卖到断货 大家老外开始去学习 原来去这个山西的景点什么 开始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的陆委会却说 野黄子孙只是远古传说 这就有点跟其实大陆的这些 民族自信跟文化自信 已经投措出来在全世界 卷起这个风潮悟空背道而驰 也许你去中国话之后 你就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西游记 过去大陆还常常觉得 中华文化保留比较好是在台湾 结果你现在把它全部丢掉 可是现在是这个一个悟空 让全世界驱逐这种悟空之后 其实这东西变成一个潮流之后 如果到台湾还去否定 野黄子孙还是否定 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的时候 反而是自觉于整个世界 用政治的粗暴的手段去限制 年轻人的未来 去这个限制 这个年轻人去接触中华文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道德 而且也是不应该的 而且不会成功 文化的一些突破 像最近火热的那个大陆发明 那个游戏 悟空啊 黑神话悟空 黑神话悟空 我最近也入坑了 一直在玩 这也有一个点 其实大家都没有讨论到 当全世界都在封中华文化 西游记悟空 这个西游记的英文版 还卖到断货 大家老外开始去学习 原来去这个山西的景点 什么开始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的陆委会却说 野黄子孙只是远古传说 这就有点跟 其实大陆的这些 民族自信跟文化自信 投措出来在全世界 卷起这个风潮悟空 背道而耻 那这东西也会感染到 台湾的这个年轻人 他们也会开始去玩嘛 那也许你去中国话之后 你就他们不知道 什么是西游记啊 可是开始去玩之后 就知道西游记 知道大陆的这些山西 这些地方的一些景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世界潮流 就是说中华文化的一个热度 我们自己是 我们是台湾 我们在台湾 但是我们有很深厚的 中华文化底蕴 过去大陆还常常觉得 中华文化保留 比较好吃在台湾 结果你现在把它全部丢掉 可是现在是 这个一个悟空 让全世界驱逐弱物之后 其实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潮流之后 如果到台湾还去 还去否定 野黄子孙 还去否定 这个所谓的中华文化的时候 反而是 自觉于整个世界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透过文化 这个游戏 强势的投措出来 对赖想要做的事情 也会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挑战 对 那个薛辰兄您刚刚讲到这一段 就让我想到就是说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马前总统跟那个习近平主席 会面的时候 其实两方面的讲法 习近平主席他讲的是 中华民族啊 就是把这个 他甚至都不讲一些政治上的含义了 就是都在讲文化 就两岸都是中华民族 然后中华民族就是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血缘 等于是把这条线退到文化上面的线 就是你只要认同 就是两岸都属于中华民族 其实都可以去交流 都可以去谈的 但是目前看起来甚至 赖清德政府这边 连中华民族这个球 他都拒绝去接 他甚至就是去中华民族化 就是连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同 都不要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 自觉于整个世界潮流 也把我们后代子孙 包含我们现在的20岁以下的年轻人 可以选择的路给封掉 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你怎么可以去否决否定 后代的人的选择呢 你怎么可以用你这个五六十岁 跟三四十岁的人的思维 去决定下一代呢 当现在比我儿子更年轻的人 开始去看去玩悟空 开始去看小红书 然后开始去看这些网红的影片 开始想要去大陆玩 成都热 你去用 你在台湾去搞这个去中国化 然后去否定中华文化 跟中华民族的历史 这样不是在背道而驰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这东西是不能做的 可是问题是他们做了 可是做了之后呢 真的能达到他的效果吗 还是说他得用他更高的 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他的谋略 要去推动清洗 去把两岸人民条例废掉之后 开始去做这些人心洗涤的动作 这样对吗 我觉得是不会成功的 如果妄想把中华文化的根抽掉 妄想否定自己是中华民族 我觉得捷克我们都很清楚 这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这个中华 文化中华民族的血缘在里面 不然我们怎么从小就会去拜关公 然后从小就知道说有这个西游记 然后就觉得说他是在这个大陆 整个全部串起来 文化跟民族全部串起来 这在我们的学艺里面 怎么可能用政治的粗暴手段 能够切得开呢 我个人是觉得绝对不会成功 我顺着您的这个话讲 而且这样子的去中化 还不是去中国化 去中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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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把我们年轻人的 这个发展的路限制了 把这个路给堵死了 您刚刚讲到这个游戏 黑神话悟空 它当然很成功嘛 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游戏的著作 那当时就是有在 现在有一个平台叫Tray 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 他其实英文是Tray 大家都叫他Tray 那Tray上面就很多青鸟 就是偏绿的年轻人 绿鸟 绿鸟会在上面发言 那记得当时有一个po文是说 就是其实这个黑神话悟空 里面的很多团队的成员 都是台湾人 所以就是说台湾人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做的好 是因为台湾人的关系 但是反过来去想 那为什么 如果这是真的嘛 真的很多团队成员都是台湾人 那为什么这些台湾人 他要去中国大陆发展去做这个游戏 而他不留在台湾呢 台湾没那个环境 对 那就是因为台湾 做出来没支持 对 台湾其实以前 就是可能我们年纪差不多 以前我们也有很好玩的游戏 仙剑旗下转啊 什么轩辕剑啊 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去中化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游戏可以被全球华人给认同接受 但是当我们去中化的时候 我们的视角就是在台湾2300万人的这个岛上面 就是自己喜欢自己开心就好了 但是就市场面 就商业面来讲 全球华人这个广大市场 你就自觉于这个广大市场之外 那你有怎么样能够有资源 有市场能够支持这产业的起来呢 所以对于年轻人的发展来讲 他才会只能出走到大陆去做黑神话悟空吗 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说这种用政治的粗暴的手段 去限制年轻人的未来 去这个限制这个年轻人去接触中化文化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道德 而且也是不应该的 而且不会成功 对不会成功了 好那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最后还想要问 就是顺着这个苏立文的这个话题 我再多问一句 就是您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习近平他会见了这个苏立文 那其实这个也代表了 就是说这民主党一脉的这个路线 就是说哪怕贺锦丽当选了 那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 事不亦无异 就是这样承接下来 那如果今天美国当选的 下一任总统是川普 会不会对一些两岸的这个发展有些改变 或者说对赖清德的这个路会比较顺利 你觉得如果川普当选呢 我觉得如果川普当选 对这个情况不一样 但是绝对对赖清德想要的这个算盘 也不见得那么有利 大概有什么情况 因为川普他很明显 他其实在他第一任就已经 已经有这个公开的这个资料 说他把台湾当成是一支笔 大陆当成一张桌子 笔尖 对笔尖 他认为说他根本 他根本不会为了这支笔 去得罪这张桌子 这是他公开讲的嘛 对对对 然后他最近在玄奘过程中 他也传出来说 他说台湾太远了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川普他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政治人物 他就是一个商人型的政治人物 商人型只有利益 只有利害 没有所谓的正义 民主党还会常常讲什么民主啦 正义啦 还有一些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来包装说 我们是专制对民主之类的 民主同盟 可是现在苏利文还是乖乖的到大陆去 我讲的是说如果是川普当选 又命令另外一种情况是说 我们很可能真的会从棋子变成筹码 川普搞不好会表面上挺台 事实上 把筹码拉高跟大陆谈判 也许转首先就把台湾卖掉 就卖了 这一定是卖了 因为你们要了解川普的思维 川普是不想要打仗的 他最自豪的是他这四年之内 没有任何战争嘛 他计较拜登在任内发那么多战争 结果后来灰头突脸嘛 对 所以这证明了川普的一个基本的假设 他不要打仗 那再又不要打仗 又想要跟大陆拿到他想要的 那最容易就是出卖台湾啊 出卖台湾他没有任何道德的压力啊 因为他是一个真小人嘛 他也不跟你讲什么人权 他也不跟你讲民主 他讲的是利益嘛 到时候他卖掉台湾 他会有任何的道德压力吗 没有 我觉得不会 这就是川普 所以我觉得民主团跟共和团 各有各的算盘 都想把台湾当棋子 可是如果是川普的话 我觉得台湾被当成筹码 直接说话掉的可能性很高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